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语人 今天要来分享我这一年的生法经验 如果你也是秃头的朋友 今天千万要把这支影片看完 因为对你有莫大的帮助 首先我先声明 这支影片绝对不是夜片影片 单纯就是分享 因为好语人本身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能体会 有秃头的这些广大的男性朋友 你们的困扰 因为常常会感受到很自卑 然后会看起来很操劳 甚至在最别人的状况下 都会有很大的阻碍 好那让我们先进入正题 因为我本身家族是有遗传的秃头基因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我长大一定会秃头 果不其然的 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 头发的发量就开始变少 而且看起来很稀疏 很容易一眼就看到头皮 甚至我在后面漩涡的部分 还会有地中海兔的状况 那这个一直延续到我出社会 一直都没有改善 我中间也是想了很多方法 希望能做改善 比如说我有一段期间 用过所谓的发粉 那大家知道嘛 现在高科技产品 那个发粉就是在 你头发之间 撒下那个粉 它就会产生静电 让你头发看起来很浓密 那那个状况 其实讲实在是蛮不错的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 第一 你下雨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导致你 旁边黑黑的 第二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头发 给别人的手碰到 因为一旦有朋友碰到你的头发 他的手就会黑掉 当下是非常尴尬的 那第三是 你一洗完澡 就又圆形毕露了 所以 种种这些状况 就是造成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而且后来我听一些 美髮的朋友讲 这样子的方法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撒那个发粉 对你的头皮的毛囊 是非常的伤人 因为它会积着那些东西嘛 就是等于是 没有办法排得非常好 用了一阵子之后 好有人就也没再使用 但是头发问题还是没解决 那中间也有想说要去魔法部 因为像魔法部的做法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 他的做法就是 把你的头发全部剃掉 然后只留下侧边的两边头发 然后他帮你做一个仿真 狠真的头发 黏上去 那他标榜真的黏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是一般是不会让你穿棒的 好 那确实他的效果也是不错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Dating的对象 那从认识到甚至你们最后交往 你要在最后那一刻跟他讲说 你有这样子的问题 你要把那个东西撕下来 给他看到你原本的样子 这不就是一个诈骗嘛 所以一直关于这一块的部分 我就无法突破 除非说你今天已经是一对老夫老妻了 甚至你老婆已经知道你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觉得就大家讲好无妨 如果说你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更有自信 那我相信老婆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回归到今天的重点 好远人要分享的就是三样法宝 首先第一个看到是这个叫菲娜诺的口服定 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柔配的学民药 那我们吃这个东西呢 以前柔配非常的贵 那因为现在他过了专利 所以他这一盒的价钱只要一千块 那一千块的话他可以吃四个月 那内装的部分就是像这样子 长得像一个四方形的定 那我们就是把它整成四块 所以一天吃一块 那这样子的费用呢 四个月是一千元嘛 所以变成我们每个月只要两百五 那换算下一天其实不到十块钱 所以这个费用是大家一般都可以负担起的 那你就也不怕说吃了没有效果 口服定的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所谓的性功能障碍 但是好远人目前周遭有十多个朋友在吃 也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假使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照他的说法就是你只要停止用这个药 你的新功能就会恢复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看一下喔 迷迭香精油 那这个东西要做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防止你头发掉落的频率变短 所以你擦这个你头发掉的速度变慢 相较起来就会比较多 好那第三个部分是这一罐 就是所谓的生法液 那他就是类似像弱健的5%的生法液 就是你市面上都买得到 它是一个叫Minoxidil的成分 你只要找这个药 不管是哪个牌子都可以 这个也是有效的 那以上这三个东西呢 好有人教你们怎么做 很简单 你只要持续半年 一天这个口服药吃一颗 然后在洗完澡的时候抹上迷迭香精油 以及5%的生法液 好好的按摩 这样子你持续半年会长出头发 就像好友人现在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虽然不是说很茂密 但是你要想像我本身原本是完全没有头发的人 基本上这边都是空的 你一看就可以看到我的头皮 甚至后面都是非常凸的 我现在还能剪这样子的发型 算是非常的不错 OK这就是好友人以上的三个法宝 好那再教大家三个多的动作 可以让你的头发可以长更多 好记起来 第一个部分你要常吹吹风机 就是有点像去刺激你的头皮 第二个是没事就拿梳子 梳梳你的头发 这个对你的头发的生长也会很有帮助 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的洗髮精的清洁一定要够 让你的头皮保持非常的畅通 非常的健康 那再配合刚好有人讲的这三个状况 一定可以让你的头发长得非常多 非常茂密 只要半年 相信好友人半年 如果你周遭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 请你一定要将这影片转贴给他 因为好友人本身自己撤了之后 非常的满意 也非常的开心 秃头真的有救 大家相信我 不要再害怕说雄心突是没有的救了 OK那今天影片就到此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做订阅及分享 赶快把这支影片转贴给你有秃头困扰的朋友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